福源爱菜市场被载,排骨高出市场价好几倍,网友骂声一片,福源爱作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,因说了一口流利,的东北话,被粉丝们广泛喜爱,如今退役的她嫁给了同样式乒乓球运动员的江洪杰,两个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幸福甜蜜,最近福源爱跟江洪杰共同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,两个人在综艺中,可以说, 真的不要太甜腻,每一个镜头都是满满的恩爱,综艺中福源爱菜市场买菜被网友纷纷吐槽,到底是怎么回事,大家一起来看,福源爱在菜市场买了很多种食材,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买了两斤排骨跟十个鸡蛋,福源爱买两斤排骨居然被收了67块钱,高出了市场价格好几倍, 而福源爱买的十颗普通鸡蛋,居然被摊主收了14块钱,细心的网友看到,这十颗鸡蛋小爱花了14块钱,瞬间骂声一片,这简直就是宰客啊,一斤普通鸡蛋也就5块钱左右,一斤有8颗鸡蛋左右,怎么也不可能花14块啊,对于福源爱买菜被载,您怎么看? 感谢观看